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改變 指的是從82年83年的課程標準 到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 最大的改變其實是這三個 第一個我們是用能力指標的呈現 代替數學內容的陳述 就是你再也不是看到說 什麼可以放在課本 什麼不放在課本 什麼要教 什麼不教 他已經不告訴你這些 而是這些能力 第二個 以基本能力的培養 代替數學知識的灌輸 這個當然是我們用我們的話來描述 我告訴你這個能力 當然就是要培養能力 而我不再是你要把什麼東西給 背起來 學起來 那我們評量當然就會用 基本 數學基本能力的檢測 代替數學內容的考試 這個我們數字系有一門課叫做 數學教學與評量 那我們會有比較細的這個東西 這不是我們這堂課的主要目的 因為教材教法我們就有兩學分 我們要教的東西太多 所以評量的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多做著墨 但原則上 評量能力跟評量那個知識 它是不一樣的 它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 這個口號 我們進到了12年國教 就是兩年後 真的要開始做的 應該算一年後了 九年一貫那時候如果有一個標題 就是給孩子帶著走的能力 如果新的課綱 你要給他一句話 就是核心素養發展導向 就是我們要 你可以說培養 孩子們的數學核心素養 或是數學素養 這到底是什麼意涵 那我們開始就要進入 上個禮拜沒講的 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的一些介紹 首先有兩個基本名詞 你們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個叫做 十二年國教總綱 第二個叫十二年國教領綱 請問這有什麼不一樣 這有什麼不一樣 有老師不一樣啊 總跟零 這兩個字差那麼多 他的內涵呢 總綱指的是什麼 就有點像是那種 最高指導原則有沒有 就是教育部他會先把總綱告訴我說 我們接下來 這個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走向是什麼 理念是什麼 主要是什麼 他會先定出一個最高指導方針 接下來你各個領域 根據這個指導方針 去發展你們各個領域的課綱 懂意思嗎 所以這裡的領綱指的是 各領域的課程綱要 這兩個你們要先搞清楚喔 因為總綱只有一份 但是領綱有很多份 數學領域的 英文領域的 或自然科領域的 或是語文科領域 會有各種不同領域 那你們 像你們所在各個不同的系 系別你們可能會學到一些 你們專屬系所的 比較專業的 然後像自然有自然領域 科技 甚至有生活科技領域 對不對 那叫領綱 所以這兩個你們要先分清楚 以免你們到時候找錯了 如果問你們說 總綱 所以總綱裡面不會規範到很細喔 數學要什麼 不會規範到那麼細 他會把一些責任交給領綱來負責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名字叫核心素養 核心素養 那我們現在先講到底什麼叫核心素養 這個核心素養是在12年 新的12年國教新克綱數學領域裡面 對不起總綱裡面 他所特別描述出來的一段 我把它揭露出來 你們辨別一下 核心能力跟這個核心素養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你們看到的能力是數學能力 他沒有講核心能力 他講的是數學能力 而這是總綱的核心素養 我讓你們去感受一下 你們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給你們一些時間思考一下 OK 你覺得具備能力跟知識有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要跟生活連結 意思就是好像之前九年一貫沒有管生活連結 是不是 意思是這樣嗎 那個九年一貫編課程的一定很難過 他當然有 只是他沒有在字詞裡面這麼多強調 沒有那麼多強調 那你剛剛也指出來一點說是 這裡好像都相同有知識跟能力 你還記得剛剛我們在講九年一貫有一個理念嗎 理念完有一個課程目標裡頭 其實也有要有正向的態度 不是嗎 其實都有 那你也可以講說好像能力跟素養 真正我分不出來 你如果應具備的後面這些知識能力態度 我相信沒有一個課程剛剛要告訴你 我沒有 一定大家都有 但是現在是我到底強調在什麼地方 他第一句話 適應現在生活跟未來挑戰 感覺是我真的不要只是學教科書上面才有的 我希望可以有一些可以讓我真的帶到這個社會裡面 用得到 因為數學讓人家一直感覺到 至少 數學一直讓人家感覺到說 好像學了這個東西都沒有用 我生活上都用不到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們 上個禮拜我已經講過了 講數學用不到其實有點忘恩負義對不對 其實你們一直在用 只是用得很 很自然 是結合得很緊密 所以你已經忘記你在用它 現在就是我們讓你感受到 其實你真的可以用 而且這個感受是積極的 而不是比較消極的 積極就是我知道它可以用 所以當我真的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可以把我學的東西拿出來用 這是我們想用的 那核心素養其實秉持過去課綱其實都有 意思就是說我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我額外希望可以加上後面的這個紅色的 所以我已經不再是以學科知識為唯一的範疇 很多人誤解核心素養 覺得說你沒有知識沒有能力 你講素養有什麼用 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解 我讓你加入素養 並不表示我原來的要拋棄 我們現在是完全沒有百分之零 現在你加一點百分之五 加一點百分之十 你還是有百分之八九十 你還是可以去做你的知識 還是可以培養你的能力 因為這個某種程度也是一種素養 我上個禮拜有舉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你走一走走一走 突然在看到一個招牌 有一首古詩 有一首詩 那你看到你就說 這是杜福的詩 他意思要講什麼講什麼 你旁邊會說 你的文學素養好好 他不會講你的知識很好 他可能會用素養很好 你聽起來會覺得很自然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路上走走走 你看到一個數學題目 你跟他講說 這個數學題目要用數學歸納法來解 你旁邊那個人一定會以為你是瘋子 他不會覺得你的數學素養很好 為什麼 這是一個很 就是我們常常會對一個數學素養 本身會有一種錯誤的迷思 好像我一定要跟生活有關 你只是把一些知識講出來 並不叫素養 其實不是這樣 當你沒有那種能力 沒有那種知識的時候 你的素養一定也沒辦法展現 一定沒辦法展現 所以我希望你們了解 不是把原來的東西拋掉 所以在你們設計核心 例如說核心素養導向的 不管是教材 不管是題目 不是硬要把生活拿進來 然後就把所有知識跟能力給捨棄掉 其實不是 你可能有十分之一 或者是 例如說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把這個素養東西融進去 就已經跟以前會有不一樣的風貌 然後會帶給學生很多不一樣的感受 這是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融進來 而不是我全部都用素養 來取代原來的題目 原來的題目 這是總綱裡面所提到的 這是很重要 所以強調結合情境 並在生活中能夠實踐例行的特質 這是要你強調這些東西 並沒有把前面這個東西拋去 所以他用程序過去的 這些字詞 你一定要先把它讀得很清楚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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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